大家好,吃飽麵,歡迎回來農科太太 我們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就是很多人一直在等這集 就是我們要介紹山仔 所以說今天我們要向大家介紹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山仔 山仔就是芒果 這是外國來的 不過這個芒果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果實 我們都叫做河果 為什麼叫做河果 你不要看過淘汰人 淘汰人的故事 淘汰人坐在牠子裡面坐牠 淘汰人,牠少不從牠子一直牢牢牢 牢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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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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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來看這個,這就是栓仔 栓仔裡面有看到一個白白的嗎? 這就是它的種子 栓仔小時候,這是栓仔小時候 栓仔小時候的種子,你看我把它拔開之後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是種子喔 這是種子 就是你要做栓仔青的人,他們會去摩這種就是栓仔的小時候 所以這個,它的果實裡面的東西,我們叫做內果皮 把它包在裡面,所以很安全 它的種子已經很安全,可以住在那裡變大小 不然它就這麼瘋了 它這樣才有辦法滑下來 所以像這種裡面的果皮,丁丁的,把它包起來 這都叫做核果 像妹仔,梅子,莉仔,李子 還有剛才我們說的桃仔,桃子 這都是核果喔 這樣有了解嗎? 有了解喔 好喔,鄉親,今天你真的有了解 其實雖然他們一樣都是水果 不過其實它有分很多種喔 像我們今天介紹的栓仔,就是一種核果 所以說,栓仔細節其實也漸漸要夠了 你老天吃栓仔的時候 你就知道,原來你的皮包開 皮就是它的外國皮 你吃的肉,是它的中國皮 所以你就多加核桃子一項喔 好喔,掰掰